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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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本來我本來想在樓下跟大家開場 但因為現在外面下雨 然後外面滾滾滾滾 所以我免得在下面跟大家開場 之前直播的時候有跟大家說過 我想跟大家去不同的酒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偶爾會出去喝酒 當然我會喝一點點 很輕微的酒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去第一間酒吧 就是這個Bardy Nuts 是我朋友阿傑帶我去的 這間很凶狠的酒吧 麻煩介紹一下 我經常放假 我都會來中環喝東西 我都很喜歡上來 它又屬於日式的酒吧 他們每天特意去街市 吃水果店 選完日本的水果 真是日本的水果 因為我之前上來 當我想不到要點什麼的時候 我都會點他們一些特別食物的酒 我對上一次喝的那杯是芒果 我覺得如果大家 可能像我這樣 不太喜歡喝酒 但剛好上來要喝酒的話 你便可以點類似那些 你可以跟他們說 叫他們不要喝那麼多酒 我一間也會點 如果他喝很多酒的話 我就跟大家說 大家要小心 這裡的酒吧 每個人都很熱情 對 這裡的酒吧 比較友善 如果大家可以 就不建議坐酒吧 對 這樣可以 為何你會用膠的shake 因為我們有很多 用品牌打造的雞尾酒 早就已經品牌好了 所以我們用shake 純粹要整凍它 不需要太多的dilution 所以我們就用膠的shake 因為如果我們用鐵做的shake 通常它的傳染會快些 會更加溶得到 所以我們用膠的shake 慢慢搖去整凍我杯咖啡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 要一直散開 做咖啡的方向 因為其實你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剛才我在想 膠的shake 拍得那麼漂亮 不要 不是 通常人家是鐵shake 你有固定印象 因為合板印象 所以我幫你問了 是用鐵shake 所以我剛才在拍攝 我也在想 膠的shake 拍得那麼漂亮 我剛才知道 原來是兩者有分別 我這一杯是一杯麥瓜 然後加了鴨 對 那杯呢 也是芒果加鴨 我上次也是芒果加鴨 很甜 它就是日本水果的味道 對 它是日本水果的味道 其實也不太好評選 因為我覺得這杯是 一杯很入門吸 我不懂得說 我不是說蔥的技巧是五級 而是假設你沒有喝酒 你都會入口 因為這杯是一杯果汁 只不過是你多少都會有少許酒味 而且喝得多 我想都會醉 不喜歡喝很多重酒味的人 就會很適合喝水果的咖啡 或者如果你追求女生 你可能會放這杯去喝 然後放到最尾巴 所以應該不會知道 對 我想問 那些餐果是否要你吃 我經常不會把杯邊的裝飾 出來吃 我… 是否願意吃 願意吃 所以它給了前面的碗 其實是讓你安裝皮 所以是可以來的 對 你知道嗎 我正在想你又不是給花生 為何讓我安裝 是讓你安裝黑麥瓜的皮 那我不客氣了 嗯…我本身很喜歡吃水果 我之前看食貨的時候 然後又跟觀眾聊過 因為很難得大家可以接觸到 巴探戈這個行業 因為其實在我之前去那間巴探戈的時候 我對巴探戈是零認之的 因為我本身出街其實很少會跟人搭訕 大家不要看我在鏡頭面前那麼多說 其實我本身就比較內向 比較害羞的 我個人就… 對… 所以… 你看看她的眼神多不信 不是… 所以… 至少我正常一般來說 我真的不會主動跟人說話 一開始其實是我的朋友跟她說話 然後我才會… 真的… 真的… 收起你們懷疑的眼神 之前直播也有些觀眾在說 有些誤解 就是… 單起男生就是吃女生 就是會招呼前面的客人 不過其實… 不會說甚麼吃女生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 收工到收檔 其實… 可能那個女生就算在等你 也等到… 等一個小時之後 都已經去其他地方玩了 也是的 因為我們… 譬如一間酒店收檔 即是要收齊了 抹乾了那天用過的東西 其實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也是 因為… 我有試過整班朋友這樣等下班 我看到你單起收工 你好像是由小筆電開始慢 對… 慢到12時半 對… 才差不多可以離開 大家有些誤解 你行行都一定有人會吃女生 但我覺得這不關職業詞 其實有些人有問我 你怎樣出去喝東西 你難道不介意嗎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當你了解了我們平時的飲食 是怎樣喝 你後面整台人都認識 其實你不可能可以偷情 這其實是… 無論觀眾對班廳大也好 對於我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其實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 是淫亂的 我們不太淫蝕 其實我們很健康 第二件事 就是有很多人一定有疑問 就是班廳大也有空 我不是說你們很有空 我會解決 我很尊重… 他們一有空就… 其實我不應該坐到班廳大也好 會拿一些很小的杯子出來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會有疑慮 你通常客人進來 你可能頂盡 叫Shot會快一點點 但其實你一般來說 好像很有空 我們其實已經有個人 在早上十點就會回來 開始準備那天全日的東西 可能我們三點開門 但十點已經有人了 可能要開始炸一些 新鮮的檸檬汁、青檸汁 或者會煮一些不同的糖水 就是那天或是那星期需要 就算開店 可能開店一兩個小時未有客人 我們都會幫忙準備裝飾 或者要擦好酒櫃 讓客人看下去不會像 我們鋪了一層 可能那間酒吧很骯髒 那些 我試杯食力櫃給大家 我平時很少會點菜單上的 比較少 其實建議也會有時候點菜單上的 為什麼 因為菜單上很多都是 譬如我們每半年每一次菜單 可能隔三個月 我們就已經開始想定下一季的菜單 因為有時間去拍照 去給不同人試一下 是否可以 經歷了很多才可以放在菜單上 所以其實上菜單上的咖啡 更加用我們的時間去製作出來 因為我自己會少點 主要是因為我太不明白 你問Balena 他們也可以介紹菜單上的咖啡 所以我剛才問到我旁邊的Balena 但如果他不在 大家可以問前面那些 他們可以很友善地回答你 他們的目光也很友善 我感覺到 還有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現在面前那兩杯友善的飲料 剛剛你提到Balena放假 還會第一間Balena 要獎勵一下 我也覺得要獎勵你 我不想跟你喝 真的要獎勵一下 我希望下次我來你的Balena 你也記住先拿刀頭中頭 你就是那些 你又放假又出來拿走 你也是很心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我不是放假 我拿著一部CAM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只要上網 我就是回家 不是啊 我決定要帶校長去 體驗一下 喂 不好意思 剛剛才語氣重了 噢 為什麼要倒得剛剛好 應該是這樣 你還要倒梳打 他都是會輕輕地把耶 copy 和梳打混合 他不會攪得很厲害 如果你攪得太厲害 其實就會令到 他沙打變成了水 因為你會攪走他的氣泡 今天喝甚麼都很友善 我喜歡… 這個是酸酸味味的 其實這杯做第一杯也挺有用 因為我通常都是第一杯 我一定是點一些二入口 然後我會祈求我整晚喝的都是二入口 這杯很好喝… 你以為這杯是用了一款 叫做Tomo Calamashia 香港製的Gin 它用了四桂金 就是這杯 但這杯是有加四桂金的版本 它比較酸 它是專門製作雞尾酒 雖然它的名字是Ginja Lily 好像有薑的感覺 但我自己覺得喝下去 其實薑的感覺不是很強烈 反而你會覺得它酸味味 酸得來是挺清甜二入口的那種 像是那些會開胃 如果大家沒有胃口會喜歡喝的東西 那間花廳都很厲害 感覺上有時候很厲害 剛才有一個客人進來 然後他們大家都喝 然後我問是否是老闆 因為我以為是這麼熱情的老闆 然後他們說不是 然後我喝 到處去不同酒吧的熟客 所以我們都很認得 有些客人可能每逢兩個星期 某一天就會下班來喝同一杯咖啡 我們就已經很記得 他來到我們已經差不多準備好 來過一、兩次、兩、三次 如果坐在巴桌就會認得 我覺得這裡又是厲害了 我跟他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 然後我第二次 其實我已經是帶著兩人上來 還有幾個月後 還有幾個月後 我還要在後面的桌子裡坐 然後他主動拿著我 這就是我們的熱情 郵校長,我可惜你啊 我都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自問 有時有些觀眾 我可能都見過 始終我跟觀眾不會經常都見 那就不會認得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這是你上次喝人口的 但是凍 這次說凍給你 我來啦 我只喜歡這間酒吧 有這麼窩心的服務 我真的要跟大家介紹 這瓶就是上次我喝完 然後我馬上轉角就吐的一瓶酒 而現在它變成一個冷凍的模型 不是,因為你說你不說凍空而有 不是,我本身都比較容易吐 對,那我就覺得最好就是沒有喝酒 我剛才點了一杯 是我由他們推介的一杯咖啡 這個它是有酒酒,有梅酒 還有這個是什麼?綠茶酒 對,抹茶的禮酒 還有一個滋腩茶的梅酒 噢,OK 它說更加少檸檬酒 因為這次我想喝一些茶味重的 還有食咖啡酒 我唯一的偏好我不喜歡喝的 基酒就是威士忌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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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最喜歡的一杯 其實我們也會有困擾 就是我喜歡喝威士忌 喝一些很濃烈的咖啡酒 但你未必喜歡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反而是想閒話 我們就知道你喜歡一些瓶酒 所以水果味較重 可能只剩下最適合的那些 即是第一杯的咖啡酒 就會比較不同 我一開始不懂得點 他問我 想喝果味較重 還是近一點 或是茶味或是花香 如果大家有少許具體的形容 不要距離正 你也會喝到你想喝的東西 為何我那杯醬汁又悶了呢 這個很刮 當我針了給你第一次 他不會收牌 我其實不是太喜歡 醬汁會放在這裡 他會有空去追問你 你不說你又悶了 果然他看不到我醬汁會很濃 這個很濃的 這個是茶色Keya的Solid 我覺得我本身的份量都比較狂妄 自從離了巴巴之後 我懂得做人比較低 欠去做人 欠去 好了 趁我現在還可以做到結尾的時候 先跟大家說再見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